其实免洗块对健康有毁害 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但是你知道免洗块到底有多毒吗 桃园平正是六合高中的国中部学生 他们用泡过免洗块的水来饲养黑壳虾 结果呢 虾子在两个小时之后就发生抽搐的现象 一天后死亡 这个惊人的实验结果 让学生拿到了全线科展的第三名 透过这个实验我们又呼吁大家 你最好不要再用卫生块 把免洗块泡进水里 再用这些水来养虾子 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灵感的这个实验 让平正是六合高中的国中部学生 拿下了全线科展第三名 你要把免洗块的水倒在这里 然后让虾子倒进去 这样可以吗 刘冠志 蔡宇如 宋伯如 谢昊润等四名学生 先用500cc的冷水浸泡了免洗块 然后加热到80度 等到自然冷却再重复这个步骤十次 之后用这种水来饲养五只黑壳虾 得到的实验结果很吓人 那在一天之内就抽去 然后以及死亡 所以我们推测免洗块的毒性是最毒的 泡过免洗块的水 饲养黑壳虾 一天之内虾子全部死去 五天之后全部腐烂 又是拿这些泡免洗块的水 去服绿豆芽和养服品 五天之后植物也会全部死光 免洗块再度被证实 是日常生活用品当中毒素最强的 万十足还是自备环保块 比较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